我們開始開會 上次的會議紀錄已分送 各位議員桌上 請各位議員享樂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會議紀錄就確定 向大會報告 今天早上的議程 繼續是設政部門的執行 每位議員15分鐘 首先 請問的議員是鄭新柱議員 主席 我們社政部門 各位的長官 大家早前 先請教到 我們第家當中的議員 跟我們兩個而已 第家當中的 我們的路間局長 第局長 普通 生電在這裡做局長 過的都從中央去 我給你看看 念念你就是在中央做官 第局長 我請教你 可以去我本職來求的時尊 看到電視照片中 他說我們高雄市政府的修長 學漢前 他跟北京議員說 我說不準啦 壓扎到 我們這些所有 憑藉來修基 這些董事啦 說人家爆肝 人家都做到爆肝 他在爆肝 肝你聽到啦 他在這個 我們任務報告 在十二月 你有說到 中央在今年 到這月到六月 來查那個 違反 路計法的中央 六百塊給我 而且有九百四十一條市 會條款 付款兩千五百十八萬塊 來請到電視局長一個 我做你的阿公可以等過了 高雄市政府基源 就醫生很多 市長好 市長好 包括幾個局長 我不知道 我們的作理師去行賞 都僑工僑事 這就兩包了 高雄市是六甲的土地 高雄市是伊隆代工 今天去大陸這種的成就 我們六甲局就是這個所有的六甲的落頓 剛才我跟妳拜託說 我有真正這個 六甲協商的 都來 揮信到我們整個局 在這條街嘛 如果議員算說六甲 條街的我的案子 都算不少的啦 來教長你的看法 對到我們的貴婦 這個貴人的貴 你不可以聽到貴子的貴人 貴婦的收到 早就這些收集怎麼 我們的 白白 我們這些董事 國民黨團就有提出一順啊 也有開記者 電視部這個高雄市也有九千了 到底有在了解嗎 王主緩緩 一民同罪 來請求請 來請政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定議員 對我們市政府裡面 思議公事的問題關心 對這個問題 我的看法是說 市政府裡面的六甲 很重要的 所以不只是思議 包括其他市政府裡面 我們都會去檢查 做全面一個市政府 這個局長 可能五個分析 這個有侵犯 什麼侵犯 什麼錢 我老叔 十四 我三國議員 主席 這就有侵犯到萬 電視部再補到 我現在說局處 有這些事件 你去把他壓制 有這個處理嗎 有把局處處罪管 我看你不敢發 這跟議員說明 因為那天議員提出資料 是數據是從哪裡 那都沒有經過我們劳動檢查 去確認過 勳動檢查一定要實際的 看他的出勤的記錄 實際的計算他的公司 該可以確定 他是違法 你現在有在查嗎 有 我們已經找個時間 做一個專案檢查 這部分是 我們絕對去查 請到局長一個 頭多久了 不然你去中央 做努動部的部長 我還在這裡 十五萬歲 北京去做旺川秋水 我比中國人更好說 還在十五萬歲 當時 在那一順 總一順的進展 可以給我的賣 我今天會報 我就找我們的科長來討論 總一順進展 一定會給議員一個答案 對啦 不然這就像秋冬的 等放火 八歲 不可以點燈 這沒辦法來講出 航空到所有 還有兩百幾萬 在我們的 高雄市的市民嘛 來我請教你 現在在出勤的 有些老甘朋友 台本我看都國元機構 來在那裡 在大小 現在說真的幾天 我都很煩惱啦 這若是 以外對新政府 打擊很大 但是 真正的 來對 就說 一粒一收的 粗收惡粒 加進 還搞不清楚狀況 連真這些老甘朋友 他還不知道呢 他說怎麼會不放兩 一粒五十二粒 什麼三粒一百塊 就三百顆星了 這我們的老甘局 應該對到 現實 民進黨辦的 就說 一粒一收 現在在那裡差不出來 還有這 周收兩粒 應該用稅貼 盡量給這些 高雄市 老甘的朋友 多少 我們的高雄市 差不多137萬 我們高雄市的老甘 137萬 對啦 這有的大部分 都不知道 什麼粒 什麼粒的 只看著本能打 一粒五十 什麼兩粒一百 動作本能牌 這樣不放兩粒 這個稅貼不下去 縮貼 縮貼對不對 我很怕兩包 稅貼不下去 我們都沒有了解 相信有的 真正的 老甘做那麼久 不知道這個 這要選團 這條經委 五湯來省 我替幾個 你講 在電台 講幾個禮拜 應該有人給你反應到 這個 這個 伊利伊修和祖修兩粒 你沒有欺貼我 各位 感謝議員 我是說 台南 齁 這次做了 我教導就要 石雲三明 考慎 李股 你再局勁 再設定 我替你提到的主席 劉奸公司不需要請我 吃一頓飯 我電台 十隻以上 每天在提人說 也有人跟你反應 那沒有 有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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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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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劉鋼這個基本現在丟了一遍 那個所謂怎麼來 時間我看得很動的 讓沒了再給他們料理 時間暫停一下 你那兩萬空八百的基本所是怎麼來 這怎麼 我和議員報告 現在的基本工資的計算方式是可量物價的經濟發展跟物價的水準 你這是用幾個人的邊境 紅紅蜜邊境或是三口爪邊境 或是高級老人這個人有工作能力的 我講出沒什麼 用工作人力的飛金 你一定要一定有一個瘦技場 一天生化過年了 是怎麼支出的 這是怎麼算的 有人在問我 議員你剛才說的計算的方式 我們覺得那種方式是好的 我也希望未來可以這樣來計算基本工資 沒有啦 你現在算的 這要算的也有一個基準 這算天上調下來 我們的貴局 我不知道我們都局長 局長也不是萬年 像我做議員也不是萬年 也是做這些負責的人 要先說一下 叫我們局長 主辦 海警科長 2萬800塊這個錢是怎麼來的 局長請請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個是勞動部基本公司審議員會 他所召集勞治政三方代表所討論出來的 那在議員剛剛所提及的勞方代表 一直希望用這個勞工他的生活所需 到底怎麼樣去估算 他有一個論述 他希望能夠從最低生活費 乘以扶養比的方式來定出 大概兩萬六千左右的這種基本工資 但是在委員會討論過程當中 有相當多的折衷 那最後主席裁定明年1月1號開始 基本工資會調為兩萬一千零九元 這真的不夠啦 我們建設人物算價位啦 這基本實在不夠喔 替這些勞工 我們這是勞工的土地人口所賺 現在2倍還要減1個下去了 我很替的 剛才我和主席說而已 高雄市還減1個勞工的勞工 這勞工也沒人在證書 這應該我們的貴局 要證書看嘛 這真的實在不夠錢的 不出不動 你知道嗎 如果一台搭檔別的都百多塊啊 高雄市百多塊 這買幾個 只買高雄市就不夠了啦 請作者建設一下好不好 來問我請教我們的社會局局一下 在我們社會局裡面的收入貨 本來是一三十萬下去計算 現在是說用口所的 這不是用口所的 這樣一口七萬五 分析的資料 你叫不叫來請局局 請邀進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現在是 本來是一戶 一戶三十萬 一戶三十萬四的人 對 如果是說增加一個人 又加七萬五 現在 現在 因為 資料裡面都有 都有 說明說 現在 現在 都是用七萬五 一個人七萬五 對 因為 我們發現很多家庭 他為了要申請這樣子的身份 他去拆戶 所以 就變成一戶一個人 也是三十萬 所以這個情形可能 就真的 需要照顧的人 我們到時候就沒有經費 這個 教育長報告 是 我們社會的服務 曾經 剛才有這種的個案 是 他來自 配偶 配偶 只能霸當前 清國東聯 他 一個家庭 還有 他 這 整個 黃 這樣從出事有出價 律師這種應該 證明過後有過偏偶 他媽媽 像這樣過星期 滴滴滴滴滴滴 結果的財產 現在地下調動 算到了都超過就結束了 律師剛才這種個案 我們全國是違法辦理 但是 法官也都要有利 法官也要有政 法理政 究竟律師這種個案 你會看法 如果 他的財產 他可以用的可能就是真的要算 不可以用的 如果不可以用的 法有一個規定 他沒有關係 法定確認以後就不會算 就不會算起來 感謝你今天有說這樣 但是在搶 十公斤 到我走 撞到旁邊 不可能 因為他白公 閹兩三台來 說叫他們放 爬去 要送回哪裏 那個共同管理人 就是說 委員做 到來 有的在美國 有的在英國 有的在高雄 有的在賠 那要出他們爬去呢 證明說這個土地我不對 我這持分的是萬分之貴千分之貴不行 要放掉 要cancel掉的時候 手掌要怎麼辦 不辦 現在嘛 這無法度人辦 辦下去 國小教就叫你叫 叫你叫 一十歲 移動的這個政策 做生意 都無法度人選 失去自家的 高雄市多少錢 你知道嗎 委書 如果這樣要怎麼 有一點 如果是說 他 不合這個規定 不過他真的生活上有困難 其實我走進來 我們這裡 社會救助科 他們都會盡量到三天 我們這裡也很多 很多委書都是這樣做 都委書這樣 拜託 一段過三天 你五天就去做 做做做做做做 做去到高雄市 我們怎麼這麼快 為好報的報廳 你再加分 在那裡放在牆壁 我還兩年就沒有做了 就要八十歲了 就收三了 這在我的手底 幾六天 前幾年我辦一辦 真的沒抓 掌一家跟我說 欸議員你怎麼不要做 我這家怎麼辦啊 沒抓 我這樣建設 無盡店啦 建設無盡店 啊 另外 要來請教我們的協助 就是說 在這個 申請的現在 家庭的問題 家庭的因素 很多 這實在是千關難斷家屬啦 啊 不光說 他的家庭 發生到救分采 應該我們盡量來 如果說 沒有經費 來把議會 偏向經費的過 因為這個家庭的因素 沒有問題啦 公孫子 媽孫子 還是說跟五積心妞 大家 媳婦問四半 倒閉嗎 我老老說 你給我翻譯一下 台灣人沒什麼常見 好 或是種種問題 不好的事情在發生 但是實質詐欺 條件不符合 類似這種的應該 我們用到一些 比較專業的人員 對家庭心理 來做一個分析 不是我們在這個文義上 我在佛家說 文義發説啦 文字波羅啦 還有主音呢 文義發説 不是在書面上的地方去了解 有的小姐 我重新協調一個 紅 沒有那種的 不可以說房間來的事情 你說叫小姐 三分鐘 謝謝 Watts 江南省美的眶 三分鐘 沿著美的眶 那是這樣 所以就要有收入這種 專業的這個 那有女士這麵 因為 我們已經五天的公寨 申剛才的這種事情 每天都有加電Q 都一人幫來的 有的都說 鋼雞幫來的 可能鋼雞 甚麽自己 民進黨也幫來幫我 我又沒辦法有人處理 甚至 若是我們全國人比較專業 應該這個要有特殊 女士 那種的 像是主持人員 來局長 你的看法 那有時候 拍攝共產的事情 做什麼都還沒出過他才會知道 你看怎麼 我們的廣州人員都很專業 這個部份議員不用擔心 因為有些比較年輕 但是這方面的分農我們自己都會做 所以如果說他真的有困難 特別的情形一定要很誠實地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做我們的主員 可以搭三天的 各種不同的主員可以幫他搭三天 所以真的就是說有什麼需要 沒關係議員你跟我們環府 我們的工作人員 會去社工人員出去可以 都有了我的助理反應 都有誰處理 我們天皇國 都有做的事情 為到那種的事情 連我這回事就不必介意 說到那個我怎麼介意 那為他帶來 帶中國新郎來 拿一份議員 沒說這樣 趕快要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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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這樣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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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這個信心 讓我有心理上的輔導 我們要求這樣而已 沒問題 如果說我們也有 你如果是堅持一定要 比較資深的我們也是都可以安排 沒有啦 我沒有堅持 我們只可以讓我們就好了 是說他在那裡不想說我那麼聽 我說拜託小妹教教你 沒問題你就安排給我們 我們會安排 適合的工作人員來去做給我們 老年的 看來行的那個 那去一本報告我才忘記 生後退黨 酒公之類人之大倫 是不是 還有高雄市 欸 你知道高雄市的成功率 台灣 我們本國台灣地區拜多幾名嗎 成功率啊 生育 呃 現在正行沒多好 所以 沒有啦 沒多好多幾名了啦 國金門罵祭都算算了啦 你倒啦 要給我啦 呃 呃 沒多人是 拜最後拼 六都裡面最後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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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建議啦 第一完 我都建議說 保祖要倒閉起來 我之前要四萬 開始啦 這樣比較有人生啊 我沒有一點啦 社長就這麼低一點 我跟他的師父都不夠你生 我跟他的師父都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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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謝謝 謝謝鄭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是蘇妍陳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執行 各位局長 各位童年 記者先生 大家好 那個勞工局就是說 當然在這個勞工局所管轄 就有八百五十三的工會 其實這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勞工的一個組織 當然在我們的政局長 你來接任這個重任是 包括你的經歷更方便的履歷念是很安靜 所以得到我們成績市長 就以為以重任 這是 就是考驗你自己的 能耐 其實八百五十三的工會 是真的不好處理的 每一個工會都有它的主張 包括中工會對不對 包括產業總工會對不對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的理想 所以每一個人會看到 沒有相同的情形制 對不對 你來做這個局長 你要一下子把他們進入狀況 我看是沒有很困難 一定會做到主力 所以在這個情節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勞工局也有很多優秀的一些課 包括聯絡員 石信峰 包括羅科長 包括我們的皮革長 等等 包括各局都有很好的經歷 你這期間要讓 容納如意 跟整個勞工八百五十三個團體 容納一片的話 可能就是要有時間給你 不然你是要哪些人做接觸 但是你旁邊這裡的部署對不對 我說這麼很影響 包括我管理科 和調教科 和調教科 都是很優秀 對不對 所以這些情節 對不對 你要廣大的接納他們的意見 或是可以召集他們的意見 提供你的意見 讓你最快的時間 可以進入狀況 對不對 因為就是我們通人 在這個工作包括執行當中 我也有看 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我處理台事 對不對 你的年齡 對不對 但是你的第一期間 我講過了 你的第一期間 要執行進入狀況 他們要時間給你 所以本事就是肯定你 你如果沒有人說 那些人在政經當中 為什麼除了你以外 別人都沒有 你人家做局長 別人都沒有 對不對 比你處理更輕的也是有 所以 用力就是有你的 規定的可憐 就是因為你有你的專長跟你的才華 跟你走過局勢的 你的歷練 是不是這樣 所以本事會給你一個建議 應該要時間給你 他再的應該都給你一些鼓勵 當然 你適配你是為你好 我當然接比你 對不對 其實問題問你 對不對 是為了你好 但是這方面我還是支持你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希望你八百多三個工會 不是說你要怎樣 那些掌握 大家都聽你的 聽他公主的 我覺得有困難 你要整個他們的意見 對不對 我覺得說 因為你結論以後 在基層工會 你能勤勤 有人開會員大會 你都要去參加 和你的科長 對不對 都要去參加 這是一個好的影響 能夠說 親戶 這個 生活在基層 聽他們的聲音 來做 經過推動 業務的一個儀故 對不對 我認為 我認為你這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也希望你繼續加油 本市議員肯定 要趕快再推脫時間 兵役局 對不對 就是說雖然要兵役民政局 但是 我們說實際的 對不對 就是 我們的 曾祖密 真的 因為很多民眾的反應 他表現非常的好 真的都說 什麼事情 叫他處理對不對 對不對 連絡 有時候 請我們 叫連絡員 是誰跟他連絡 只要當事人 直接找他 但是 都處理得很好 而且 本市議員肯定 應該 我們是給他一個鼓勵 那個 那個 我們的社會局 我們的社會局 那個姚局長 我會去請一遍 在我們這個 在那個議員的 對不對 叫你那是 包括這個 長照的問題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 等一下我要質詢你的 一問你 也是關於長照的問題 因為我們長照是關於 老子化老年紀老化 一個以後 後續的照顧的問題 要怎麼減輕 年輕人的負擔 要怎麼提升 我們這個 長期照護 老年人 老年人的照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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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上面 我 我 我本市的感覺 這是每一個 高雄的市民 因為人總算的老 是不是這樣 但是一天 在這個 報告當中 方案 你也是覺得很愉快 本市也覺得你很委屈 因為你一再報告 你怎麼去爭取 怎麼去努力 但是總是有動人 對不對 對你的勞力 對不對 有不了解所在 對不對 有參選一些五五差 所以你也兩進兩出 在那個 情報室 你也兩進兩出 所以真的 我自己的感覺 實際是你很努力 但是 你這個努力的過程 對不對 你要充分地表達 讓我們一個人知道 讓我們高雄市市民 我們先都知道 我覺得這樣才達到這個效果 對不對 人家要重視 我們社會局 包括城市執政的團隊 在為我們高雄市在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 高雄市的人口的結構 對不對 就是這個表裡面 對不對 全國公司 有277萬8千 九九十二的 全國 全國2千3百 五十八 三六二的人口 平均的 高雄市的平均愚民 就是高雄市的 有七十八點七十歲 全國七十九點八十歲 這就是新住民 這個分析 他的表 當然 在這個 高雄市全國人口老化的趨勢 這裡有一個表 這裡有一個指數 對七十四年 到七百五年 八月 以及到十三點十二 百分之十三點十二 這是一個人口老化一個一個指數 高雄市 老人 老人人口 於八十六年 達到高雄化社會的門檻 七點零九 百分之七點零九 於一百零五年 八月達到十三點十二 百分之十二 高雄人口呈現全國比 十二點九二 越快增加的趨勢 這有一個表 是剛才說過 二零一八年 六十五歲以上人口 將達十四點六 百分之十四點六 正式邁入高雄社會 而至二零二五年 則將持續盤升至二十點一 達到所謂的超高零社會 二零一五年 私人的人口總數為七十六萬 其中有四十八萬人 為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主群 高雄社會沒有錢人口數 達到二十七萬五人 平均愚民的七十八點七十四歲 今一百零五年 八月老年人口達到十三點十二 高零人口呈現 比全國十二點九二 越快增加的趨勢 目前對於 本市的高零社相關照護的措施 與台北市的比較有何差異 未來有何創新措施 外企康務工八年報稱五點二萬人 外企康務工人數以由十六點五萬人 增加至二十一點七萬 八年間內報稱五點二萬人 成長幅度高到百分之三十二 相較之下的居家服務員的服務人數 及長照機構實際進駐人數也 所以始終文化突破五萬 成長速度遠不及外籍看護工 為何社會大眾能嚴重依賴外籍看護工 長照照護措施是否有不足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再請說明 為什麼我們國內的人就業職業率那麼高 為什麼不能培養我們國內的人 來做這方面的處理呢 長照服務法是長照2.0 104年6月3日總統令公佈 長期照護護服務法定於20後106年實施 令提出長照計畫的2.0規劃草案 以於9月29日行政院核定通過 十一月開始示範 這真有表例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社政的我們十二 社政的部分 十二五千零四十一萬兩千塊 地方製作的製作款 一千七百三十四萬五千零五十 總共一千七百七十五萬一千零五十 衛震的就是兩千八九十八萬七千 地方製作一千六百十六萬九千 總共四千五百十五萬六千 總共一千六千五百十五萬六千 中央中央的部分12.7千9百39萬9千 地方自投款2億3千5百51萬4千050 中央總共15億1千291萬3千050 我們是營運長照2.0的部件社區 社區型的長照服務據點的資源 洪山區配中央事辦的社區整體照顧ABC模式計畫 規劃設立一級單位的社區整合服務中心 一級單位複合整合服務中心的 市區單位的巷弄長照站 請問目前 政府的自投經費及規劃 設置設計型長照服務據點的情形 等一下再請說明 所以我現在講一點點 局長 我肯定你的努力 但是你的努力要讓大眾 包括我每個議員同仁也瞭解 我認為這很重要 因為你有比較好理想 比較好推出的方法 你也是長很久 我也知道你長很久 配合中央平內做處理 但是有很多人的無了解 無了解情緒 你的努力和你的團隊付出的 我覺得是打折的 所以這方面 你等一下回答 讓大家都了解說 到底我們在做什麼工作 你等一下一起回答 所以勞工只要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我們今天 我們的 災衛福中心 我們說的 接下來的社群 在捷運裡面 維修站裡面 我給你看過 那裡的社群真的很好 真的好事 你知道嗎 他系列 你去聚電的 你去貧錢的 跟貧錢的 全部都有 包括八點條 什麼都有 烹飪的 中西餐都有 美髮美龍的 堂有 我們說系列 對不對 勞工的 全身 真有需要去推廣 我們巡視會在那裡做得不錯 主營在那裡做得不錯 它冷卻會比較用料 所以我們有去參觀過 真的 但是我們可以去擴充 你這也有效力 還要再擴充 但是我們今天社群的 老公 對不對 轉型 第二種專長的訓練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尤其是 儘管那些原住民的 這個議員 對不對 我們公佩 我們的主席 對不對 原住民的健康需要 我們要怎麼來加強這個區塊 對不對 我在建議等一下 再回答 我這個區塊認為很重要 可以解決我們世界的人數 你怎麼可以 你可以邀請我們的議員 你參觀那些 讓他們的選區 擴大宣討 讓他們的市民 可以充分 來利用設備 我認為這個很好 來 局長你簡單回答一下 謝謝 老公局局長 簡單回答一下 先請 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蘇議員的關心 感謝蘇議員 對我們六甲局團隊的困定 其實我們在訓練教育中心 我們的職業訓練 真的做得很好 在全國裡面 我們是經常有受到 勞動部 勞動部要的肯定 優等的肯定 那尖定到原住民 或者是甚至於新住民 這些比較特定對象的部分 我們每次在職業訓練班 開班的時候 都有保障一定的錄取比例 一定的名額給他們 所以我們也有發覺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未來 會再看 可以開放更多 但是你們可以一系列 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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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年生 我覺得這個制度真的很好 尤其都在你們科學的 你們才知道 百里科 因為你們的設備有夠 所以這方面 設備更新的部分 我們才能夠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高雄支持民 要像我們利用 那個分的政策 這樣比較不會形成 一種投資的浪費 我真的不騙他 你屬於做得好 但是也是要你去擴大 來宣導 讓我們的市民 像我們這些議員 那些參觀也沒關係 好 我們說實話 很多人 很多人不知道你們那個地方 好 所以你們努力 對不對 我認為那個地方真的 沒有像我們體力發揮 他的光靈 十幾個光靈 對不對 真的是一個投資的浪費 你還真的主要在那裡 你也是要配合 你請客 好 來 請姚記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蘇議員的關心 沒有錯 長照明年要上路 我們要準備的工作很多 可能 一方面是因為 他還一直不停的在確認 相關的一個規範 所以我們在宣傳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覺得 可能要等到定案之後 再宣傳 沒有說不對 到時候反而增加大家的困擾 不過有個基本的架構 藍人包的部分 除了中央有在選團以外 我們也有盡量在辦選民費 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已經辦十五點了 十五點了 不過都是比較大架構的方便 以外你手頭也有看到 我們有幫忙把中央現在一個大的架構 先引出來 可以先參考 架構是按照這樣 但是細則跟執法的部分 現在中央還沒確定 所以我們十一月 開始示範計畫 走下去以後 希望就是確定相關的一些執法 不過ABC 現在重點都是在做社區型的部分 大家應該 比較有聽到就是說 長度2.0主要是走社區型的 要回歸家庭裡面 照顧的這個部分的工齡 那社區型呢 他分ABC ABC各自的任務 怎麼平等 怎麼補助 工作人員要有什麼資格 然後他的環境空間 他要到什麼樣的一些標準 其實這細節的部分 中央跟地方一直在討論 一直在討論 我們也有很多長照的業者 還是第一線直接服務的工作人員 現在也是在 中央也希望說 社政跟衛政要合作 那不僅說社會局社工的服務 醫療的這個可以投入的部分 大家都要進來 或是復健的部分也都要進來 社區的連志工 可能以外也有聽到 連替代醫中央也希望說 可以來做整個 所以這很全面性的這個部分 都一直在 自由的過程 不過我們會 分波段 一定會跟大家做報告 那經費的部分 長也有在跟大家說明 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現在經費的部分 第一年的部分 是百分之百 中央會把我們做支持 不過大家也關心說 第二年以後 是不是 中央百分之百的部分 會退守 變成地方要負擔這個部分 還是比例太高 可能造成我們未來 所以我們每年的經費 經費的經費 經費也是很驚人 而且每年我們的服務 服務的人數 從四萬元變八萬元 所以我們經費很多人 所以我們現在服務的 線上的專業照顧人員 差不多三千四百四十八 每年上路以後 我們需要 增加一千八百八十五位 這樣我們就 需要 趕緊來訓練 相關的工作人員 因為差不多 訓練以後會留在 直接第一線做服務的 差不多一半而已 所以我們計較到訓練 差不多三千七百多人 所以我們公費班 自費班 社會教 衛生教 勞動部 現在都在加緊訓練 相關的工作人員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都有加緊在準備當中 好 再兩分鐘 市長 我跟你講 你要有偏偏的 可以做宣導的社團 你們比較不太利用 我來做一個建議 因為你們的 這個協會 你們收集 你們這些 定期的協會 你們是目的 直接管理主管之館 對不對 你們都穩定的 老公局是 老公八百五十三個而已 但是你們可能有 穩定的 高雄官高雄基合併 對不對 社團 他們每一年都要開 會員代表大會 但是你開 你的當意用 會員代表大會 直接的 對你們社團的理工主 跟會員代表 對不對 他們的會員代表 都是參選出來的 看三十個五十個 代表參選出來 透過這個系統 去推展 我說效果也比較好 因為其他 叫你們的計劃去推展 但是 把這個社團 在納入 在納入 在你們這個 推展 一個重點 對不對 讓他們 衝去了解 什麼叫做 長照 什麼 你們的過想怎麼樣 你們在說的 很簡單 你們幾分 用 四十分鐘 半小時的時間 讓你們做一個 短短 你們說 你們開會就要請你 你們用這個機會 我們現在都有在安排 我去給你一個建議 是 謝謝 這方面也希望你多 讓高雄市的市民 充力享受到這個福利 讓高雄市市民 可以充力了解這個 好利隊有什麼應用 對他們有什麼幫忙 我認為這是一個重點 一定 一定 我們也很重心 謝謝 阿田議員 我剛才在說的 訓練中心 那個場所 你可以 召集議員去看一下 尤其是你們原住民 因為原住民 我們說八的 就是他比較 在整個社會上 他比較弱勢 但是 你是原住民選出來的 你要照顧你的主人 我認為 你一定要 你了解那個地方 要給你 你推薦 你的主 謝謝 書議員 除了關心 各級處 也關心到我 我會努力 謝謝提醒 謝謝 蘇元成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 王耀玉議員 時間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市政府 設政部門的各位局處長 議員同仁 以及媒體女士先生 還有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好 那有關今天 設政部門的 業務質詢 那本席也列出 針對 最近 就是大家 一直在 非常關注的議題 因為現在台灣 我們老齡化社會 非常嚴重 當然 在社會福利 社會的照顧方面 這個突顯 它的嚴重 它的重要性 當然 在 目前我們 中央在推的 從長照以前的1.0 然後現在 進而 長照2.0 這點 這點 這就是 我們中央 他現在一直 一直在 這個長照2.0 相信 在我們 高雄市的 做法 在社會局 簽對 這個長照2.0 我們的 這個長照2.0 服務法 上路以後 我們社會局 有一些要 調整的 包括 剛剛局長 有在說到 我們落實 這個社區 整體照顧模式 這個ABC金 這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 以前 我們以前 就是 很重視 我們的關懷據點 所以 在很早 每一個社區 在撒關懷據點 我相信 我們社會局 可定也好 甚至是 副局長也好 只要我 走關懷據點 你們很用心 這點 我們大家協定 這種 就是我們的 社區照顧模式 這種可以 結合 我們未來 長照2.0 相信 還有我們的 國立辦公室 這都可以結合起來 還有一些 我們的 安養中心 安養機構 其實是 我們的一些 什麼 社會福利機構 我們這個 規模把它串連起來 相信 未來 我們的長照2.0 在我們高雄市 也剩下 更成功 所以在這裡 沾對這個 長照2.0 我們的 服務法 是不是我們局長 你的 在這裡 我們高雄市 沾對 跟以前不一樣的 來 你簡單的 說一些這些 新進的作為 來 請尤其長 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關心 長照1.0 到2.0 主要有幾個 差別 第二的差別 是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 原本 這 來中間 你這裡已經有寫了 服務對象有改變 所以 人數增加差不多 要四萬人左右 所以 服務對象 擴大 所以人數增加 另外就是 服務項目 也增加 本來是八項 現在變成十七項 所以 服務項目的內容 因為增加 所以要 介入參與的 專業的 一些 一些 資源 還有裁員 一定會都增加 第三 就是 地點的部分 我們現在 很重點就是 強調 在社區型的部分 還是居家型 所以地點就擴大 擴大 地點擴大 而且要 增加 而且我們在地型 議員 你市場有在造的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這個還不符合 中央的C 中央的C 他希望說 除了關懷據點 現在的公領以外 還要再提升 然後服務的天數 跟內容 跟他 在那個 健康提升 私能預防 等等 他的功能任務 是越來越高 局長 說到重點 因為目前 我們的社區關懷據點 他僅限大概 一個禮拜 才一天 一天 一個上午的時段 所以未來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結合 讓我們社區關懷據點 我們可以 可以延長 一星期五天 是 希望可以五天 這樣起來 可以結合到 他的加速 最下班的時間 來配合 這很好 所以這個落實是重點 我們要討論的 其實ABC這次也有一個重點 就是 社區的一些交通接駁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現在比較多區域比較欠缺 所以 所以 剛剛 剛剛 剛剛我們所討論的 就是說 我們社會局 尖對這個區塊 應該要 讓社區 社區 我們的 社區發展協會 或者是一些 我們在推動的 給他相當的一個 一個資源 讓他們可以 來落實 來辦理 這是重點 好 請坐 市長 那接著 在針對 我們 高雄市現在 針對 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 跟性騷擾 防治 我們的防務網 的建構 以及目前的成效 因為現在常常聽到 在通報 一些家庭暴力 性侵 性騷擾 做成 我們的婦女 甚至我們的幼童 都生活在恐懼的一個 生活空間 所以在這裡 沾對我們近年度 到去年度 我們比較起來 我們的通報案件 以及我們輔導的案件 跟我們的目前的成效 這點也請我們局長來做答覆一下 請邀請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的關心 我們今年 今年截至目前 一月到 今年截至9月底 我們確定的一些通報的統計數字 現在是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件 那 這個部分的業務工作 我們是結合設政警政 衛政教育跟司法 各單位都會在地參與 連區公所在地都會一起協助 這是今年的案件 今年最新的 那跟去年比較 我們跟去年有略增加一點 略增加 對 我們表示說 現在這個工商社會 沾對 這個暴力傾向 家庭暴力 會層出不窮 對 在這裡說 既然有這個趨勢 是 我們現在 我們的社會局 站在我們的 這個社會局 我們的一些 沾對 我們的主管機關 這裡 要怎麼來 來照顧到這些 較有暴力傾向 造成他們的危害 這些婦女 婦女同胞 其實是這些幼童 所以說 我們 我們有一些個案 我們的福島 讓它的 福島的成效 讓他們可以 這個家庭 其實可以 讓他們脫離 這個困境 所以在這裡 這是重點 是 是 這發生率 我們的福島率 福島的成效怎麼樣 來 我們每一案 如果 確定成案 我們一定都會 有派專屬的社工 在進行 有沒有統計成效 我們都會追蹤 都會追蹤 有些可以 比較快就結案 有些要追蹤好幾年 因為 有些案子會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有些要申請 保護令 現在有數據嗎 我們每一年都有數據 每一年都有數據 成功的有一萬多件 那福島成功的 有幾件 議員 你所謂成功的意思是 福島成功 就是讓這個家庭 讓這個媽媽也好 讓這個幼童 他有通報的案件 就可以把它 原則上都會確保 它是安全了之後 我們這個案子才會結案 所以結案對我們來講 應該就是完成了 對 所謂的完成就是 你們有結案 就是已經福島到 他有一個他的生活空間 受到一個保障了 我們有分很多類型 我們詳細的資料 再整理過去給議員 那個再把這些詳細資料 統計 統計完了 然後再 局長也要找個時間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數據 來討論一下 但是也跟議員報告 其實數字會增加 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宣導 如果受報一定要 要勇敢的說出來 所以如果 所以數字增加 有另外一個 可能性也是 因為大家懂得 向外求助 所以我剛剛講 這個部分我們也覺得 還是要持續宣導 公報案件增加 這是 這個應該 這也沒有辦法防範 不過會不會說 我們要求助 我們求助我們適時的切入 來輔導 來讓這個個案 個案可以來脫離這個危險 這是最重點 所以就是說 我們社會局 要做的就是 做後面這個區塊 是 我們同仁都非常努力 好 那你再把這些詳細資料 然後再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我們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會送過去議員的付出 好 看是局長還是副局長 我們再 再把這個 再跟議員說明一下 是 好 謝謝 請坐 謝謝 那我們針對勞工局 當然在長照2.0 在3月的時候 也是要一些 我們的培訓 當然我們勞工局 他也 我們沾對一些 我們的職訓 職訓班 我們職訓班 是不是以後 也可以結合 我們的長照 長照方面的這個 職訓 讓想要有第二個技能 或者是 又要重新 重新再找工作 中年人 我們可以 讓他們 怎麼可以 沾對這個 長照的一個 一個職訓 他的培訓人員 這點也是很重要 因為這 這就是 除了社會協議外 勞工局 也是要做的 因為這 可以讓我們 相關 因為 要有一些證照 不是說 把上課就好 所以 像這些 是不是勞工局 有一個 積極的作為 來 局長 你可以答覆一下嗎 來 請政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的關心 這個 因為照顧是一種專業 所以現在是 統一由勞動部那邊 勞法署 他委託衛生局 或是由 衛生局或社會局 來辦理這個培訓班 那今年度是 勞法署是委託衛生局 他辦理的36個 照顧員的訓練班 那我們這邊 勞工局呢 主要是在訓練完之後 解訓的學員的明冊 會送到勞工局這邊的訓練就業中心 我們協助他們 媒合 媒合就業 對 媒合就業 所以你們做的 不是訓練這個階段 我們不是訓練 它是統一 你們是他的就業 對 後端媒合就業的部分 我們這邊在辦 好 那這樣的話 就是要跟社會局 通力合作 是 看怎麼樣 讓這個專業的人員 可以進到職場上來做服務 沒問題 謝謝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好 請坐 剛剛有提到 當然我們開辦的 這個多元的職業訓練班 這點很重要 在之前我們也辦過好幾場 所以在針對非都會區 非都會區 我們就是要基盤一些這種職業訓練班 讓我們的 我們的一個 在等於要二次就業 或者是失業當中的 可以有多了一個選擇 所以在這裡 我們要 你看像這個 這個報道 這是雲佳蘭 這是雲佳蘭 我們衛生局 經常在本能吃到的致癌 到最後就變成什麼 人的檳榔西斯的脫身 你看這是十一月十五號的新聞 所以在這裡 我們就是跟我們勞工局 要基盤一些這些 這些相關的職業訓練班 可以讓我們想要學到一技之長的 他可以來做訓練 在這裡 是不是那個局長 有關職訓方面再加強 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個科長 科長有來嗎 科長有來嗎 中興 中興 中興主任 中興主任有來嗎 主任 主任呢 請假 請假 去台北開會 好 那會後 再把相關 我們未來 我們在鄰園大寮地區 要開辦的一個班級 開辦的班 然後看有明年度的 那有什麼規劃 也提供一份資料 讓本市了解 好 謝謝 另外勞檢處的部分 當然在鄰園石化工業區 你看 這裡密密麻麻的管線 在之前的定期會 我也有拿出來講 當然勞檢處也是很用心 哪有針對這些 石化污染性的設備 老舊設備 所以在這裡 本市要強調 我們的勞檢處 要主動 不是單後到已經發生 發生 可以擠查 在兵傷時 或者是以前 有發生過公安事故的 我們可以 也是定期 再去檢查 看他處理得好嗎 在這裡請我們的處長 處定來針對我們 針對石化工業區的 這個勞檢方面 你可以來做一個簡單的答覆 來 請周處長答覆 謝謝王議員的關心 林聯跟大廖 大發工業區這兩個 說是向來是我們 加強檢查的重點對象 那只有加強檢查以外 跟剛才議員所講的 平常就是要去監督有沒有出問題以外 我們還跟兩個工業區的服務中心 都聯合舉辦先導 好 好 那像這裡 這裡就是 之前 之前在小港 小 好 再兩分鐘 在小港 大林 大林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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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發電廠這邊 這邊 這邊 它就是有 發生的 發生的大林發電廠 這邊發生植災 所以導致這個陰價 陰價倒塌 所以說 類似像這一些情形 今年度 我們今年度的這個重大植災 的這個死亡人數跟去年 來比 是減少或增加 這點是不請我們處長 那做一個雙倍 謝謝 我們是在質詢三年減災方案 去年跟去年比較是死亡人數是33 那今年到目前截止是31 31 去年是33 這樣也不分上下 所以我們的這個公安宣導 以及我們要怎麼樣做防範 在這裡跟工廠 工廠要落實我們的這個公安的集合 公安的檢查 所以這裡 除了我們勞檢以外 勞檢處 我們勞工局所有的各 各單位都要介入 都要去配合 才有辦法讓我們的勞工的安全 可以做提升 這點 相信 新局長有新的作風 可以說 下一次再訂集會 可以聽到 我們的職災個案 又減少 甚至 達到 零公安 零公安事故 好不好 局長 你要 你的質疑很重 不是說 剛才先進入 這點 要加油 謝謝 好 另外 賓利局 我們 尖對這裡 賓利 再 兩分鐘 賓利 賓利 嚴重不足 當然 進很多學校 要申請替代役 都沒有 替代役 所以在這裡 當然 這個 到底這個 像很多學校 現在這裡替代役都沒有 很多學校都被替代役 他退了以後 退役以後 我沒有補人 這也是一個困擾 當然 現在我們是少子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再來就是 我們的疫情又縮減 所以做成 這個賓利不足 當然 我們要怎麼做 讓我們的 職務 我們的機關 或者學校 有用到替代役的 他還有 可以辦法來補充 所以這點是兵役局長 可以針對這方面 要怎麼來證書 要怎麼來協助 來請局長做答覆 來請陳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王議員 剛剛你提的這個學校的問題 先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那個學校的教育意義 是由教育局來負責 因為我們現在社會局 那不是教育意義 是一般的 如果是一般的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兵役局負責的是 家庭 家庭因素替代役 對 因為最近 我們家庭因素替代役 因為 這個條件又換換 所以補充兵役的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只要是各區公所 報到我們這邊來 都是以區公所為單位 因為家庭因素是要上下班的 他是可以上下班的 所以我們的分配都是以哪一個區 譬如像林園區 林園區這次報了三個來 那我們在分配的時候 是以林園區 把這三個名的分配 在林園區的 在林園區附近 學校也好 機關也好對不對 關於學校也好 那像我們目前 我們高雄市的教育意義 分配有236個 但是我們家庭因素的替代役 目前我們高雄市有227個 在學校的就有86個 我們在學校的比例也是蠻高的 那這個公費 公費我們要算是比較確確的 我們盡量就是把它 對 沿著我們會 往這個方向去調整 就是因為目前他的家庭 最好是在戶籍所在地 這樣 好 謝謝 謝謝王耀英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 林武中議員 時間15分鐘 好 出現 謝謝各位 各部門的局處科長 勞工局長 你說我今天的主題 最愛工作在高雄 七大政策 你寫有感 我說五感 我現在寫五感 你們感覺怎麼樣 不舒服嗎 覺得就 明明說我寫有感 有感 不是你說的 我也很奇怪 你這個報告裡面 我跟你看了三次 我怎麼 叫我自己要有感 我自己沒有感 所以我是建議 不要政府施政 不要自己說有感 有感 有感是在百姓的感覺 有感 才是有感 知道嗎 所以我今天告訴你 五感 你也不舒服 所以你寫有感 我也不舒服 所以我特別指出 你每個月 每月都是有感 我現在的意思 我不是說你怎麼樣 你這個內容 本來就是勞工局 要做的工作 基本的工作 沒有什麼創新 也沒有什麼有感 我如果要說五感 我說三天三天 你們勞工說不完 我給你點出 因為我時間 十幾分鐘而已 我就給你點很多 我給你點出一個很重點 我們都說有感 都說好的 啊不 你會寫在這裡 不可能寫在這裡 好 那我要這樣說 你用最愛工作在高雄 你怎麼有做 抽樣調查 你怎麼有做民調 你自己都感覺 我最愛工作在高雄 真的嗎 人家最喜歡在高雄嗎 所以你要有那個依據 你不要自己寫 自己覺得說 你不要這樣 沒那麼大 不必 我們說實惠 為什麼 你最愛工作在高雄 是你嗎 是你而已啊 還有很多人 不喜歡在高雄 你說七大政策 有感 我說五感 來來來 我們現在 我講幾個五感給你聽 我說有 我是有口 我先跟你講幾 勞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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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異會珠龍 不僅降災幅度十五 宣導計畫全面多元 你給我記這句話 宣導計畫全面多元 結果宣導計畫全面多元 變滑著 竹臉增加 你選得不好 檢查長次超過原地目標 當然啊 暈期不可能 你的勞動條件科技科長不錯啊 但是我感覺它是比較矯枉過正 他如果出門沒有你無法的 發稅發稅 人家叫去查 加班的 他親要去翻翻的 他就要查公事 就要發 人家叫去查 這個工資 工資沒有問題 他去看一看 其他還有問題 還是要發 林方娘啦 說真的要發啦 發不完啦 我們不是說要跟人家出發 要發人的錢而已 為追尊參差不齊 你要向他教他怎麼懂得勞 勞計畫 懂得怎麼遵法 不是發錢 發錢以後他也不知道啊 結果你們就一直發錢啊 你知道憐憫的痛苦嗎 你們就是這樣 他在憐憫的痛苦之上 得到這種特優啦 你們送啊 所以我說你們公事勞工錢 喜後三職 面職 離職 是銀子 我這個 檢基是有錢的喔 如果要裡面 我告訴你們裡面 說得比較難聽 我叫我的朋友去檢基 比較要本 你懂得法律 人家不懂啊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回水不露外人田啊 我說這是有一點意趣的喔 我絕對跟你們說的喔 你們都不想聽 好啦 你們就是他在人民的被法之上 得到特優的啦 人民的痛苦你知道嗎 你少數人得到快樂 得到殊榮 百姓你咬咬咬咬咬咬 你們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的啦 來我們看一下 你每天啊 每天就是做愛工作 期待有感生 每天的喔 局長 你這個業務報告啊 每一篇啊 每一篇就這樣 所以我每一篇都跟你現在五感 沒有人在補國 好 你看 你說捍衛全力安心啊 有感啊 我說有感 你們怎麼說 都喜歡嘛 差很多嘛 華國的金額 我覺得 到這裡我等一下下個表給你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你們要知道喔 一百零三百年 違法類型分析這下的 你們的檢查報告下的 下什麼 製造業 注射 跟這個餐飲業 批發 零售業 這是正三名 去給你們看正三名 這是你們誰的啊 你們要知道呢 這幾個都算基層的啊 算可能的啊 算 筆尾 算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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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幾個都算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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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劳基法有时候要跟劳基法去建议投稿 有时候会忘记了 如果在商业服务法里面 有很多百佣公司 周年庆 那都要准备了十几天 那都违反劳基法 你们说都违反劳基法 那个有时候 我介义科长 那头盖上不停停 有时候比较弹性 让大家个性个业都有所遵循 不是一个偷偷 你就有个丸流之外 抵几条抵几条 你如果去查了 每件公司有意失眠 那如果给你减 你说我没有加班 我拜托你 你就减去看加班 你去除去 其他你不要管那么多 那如果给你减 你说我真的工资有问题 你是针对工资吗 不是你一个记录 整间公司的超佳滅族 整个都给你拼拼出来 青菜悬也找到一层 上帝家2万到30万 各变就是法 无意失眠 因为我感觉你是很认真啊 但是我说你有时候 那个看法想法 我们现在去 反应去我们拍摄的 没钱就是做工啊 交通如果违规了 付出的罚款要去讲试啊 你要跟他讲试 那10万以后你给我上一周 10万到20万上多久 想交给他法令 交给他劳基法 给他懂得法令 他才会回去管你 不是罚钱了事啦 那罚钱了事 这就是痛苦在这一层上 大家八岁就交到车啦 你要教他啊 不然这样啦 我青菜来去检查 我青菜也检查一行 我跟你们讲也没了 我讲也没了 现在 你看 这样一个讲纯六分钟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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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这是你们检查 你们大家讲的 当主要是这个啦 这对一家公司没发生这种事情了 各行各業 我娘啦 你现在已经差到已经 已经走回去忙了 你连那小吃部 连那小餐饮 连那里农院美农师 什么 人家做的临时工 你也要叫他照名车 要叫他当时做临时工 当时做几点精神什么什么 我就欠缺 我们就工人拍照 脑舌也拍照 而老闹也拍照 我们都非常感知 但人家没意见 就是你们有意见 来 最近 你说 魇 knowledgeable 是你們自己自我感覺良好有感 百姓無感 為什麼 當年發 一百零三年 六百七十個 發兩千幾萬 一百零四年八百二十個 生涯變三千幾萬 今年一百零五年 到十一月現在 我才做表告 到現在已經發超過 一千零九十個 罰款金額已經四千幾萬 逐聯增加 你說百姓會痛苦嗎 你們是有感 百姓有感嗎 你不要把一百之一的人 把這個痛苦 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身上 政府是要做什麼 政府就是要告一 我們的八世 不是一直要發發發 發解不了事情 越發越多 為什麼越發越多 你不是有宣傳嗎 不是有怎樣嗎 為什麼越發越多 應該這個 你說有感是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有宣傳 我們有講習 我們有教導百姓 怎麼遵守老計劃等等 逐聯下架 一百分 百姓有感 你都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活在你們的圈子裡面 問題我不講了 時間問題 是不是三分之一 來 勞工錢罰太多 罰太重 我如果給我投訴的 茶集的重點放在服務業 大家就僵了 小吃店 美容女華店 現在要剃頭 要剃幾個頭 剃一個頭 我三民國 剃一個頭 三十塊五十塊 違反老計劃 兩萬起跳 你怎麼不知道 這麼好談 小吃店是怎樣 那黏兩粒都 我請幾個來洗工 就要再造冊 就要違反老計劃 人就不檢基 你是在剃什麼 我等一下再講 你們那個勞工錢 你們更黑的 你要去查人 我也要來查你 我議員可以跟你查 查到你是真的去管 我告訴你 我八成查到三個發錢而已 但是你如果去查到非凡 去拿錢 我查到 頭路沒有 你管得生什麼 你不要以為 不能去查你 我不會去查 基查不確實 通報或檢舉就開罰 例如人家 人家開的貨車司機 有理容店 人家協土 有實習生 是否公司間具有勞固關心 你都沒得到 有沒有 他有薪水給你 一個萬塊 這樣沒效 這個勞資法 你為什麼 上班幾天 學幾天 學什麼什麼什麼 都違反勞資法 現在人家來投資料 我有叫你來 你都不錯 都給我罰最低 兩萬塊 但是你知道嗎 我在那 後來住 我心理上都不服 你說他不是這個而已 他還有這個 你又去查 那是超家 媚族式的機場 不要這樣 小市民的能力有限 知識有限 員工檢舉位給加班位 老公子 機場後 催處 其位給他收拾 你說你顛倒四位 人家說加班位 你就去跟他查收拾 民生以檢舉 事關無關 本來可以勸導代替處 你們就利用 彩罰 納入四庫 難怪業者批 吸血鬼強盜 你們稍微要知道 人民的感受 人民的痛苦 將心比心 怕你開一間公司 我也這樣查一查 把你犯兩萬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依法行政 嚴格執法 是針對檢舉事項 你們都不是 你們都要怎麼查謊 都亂槍打鳥 反正 如果把我檢舉 我就一定要找一項來發 就是這樣 心態就是這樣 警察對象 按企業資金 員工數量 規模大小 你要去用嘛 你要去鎖定啦 那些大企業 看大錢的那些人啦 人比較多啦 影響比較沉面 那些市民小姐的 小市店 小理工店 小什麼 小赤部 小貨運 什麼 那些行 那個不要跟他斤斤計較啦 甘苦人啦 阿不然你們這裡都說 台大 你們家賞開公司 我來親自幫你查 查不到一項 這樣我不要議員 不要做 好 三分鐘 清委案件的勸導 獎息 代替罰款嘛 可以嗎 可以啊 怎麼不可以呢 現在時事就是都這樣啊 請問 我說你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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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介公司 掛羊頭賣狗肉的 我已經跟你說了很多次了 你們的報表裡面啊 現在合法的仲介公司 你介紹 勞工 給人的僱主 出事情都僱主 你看 天哪敢有這種事情 你還沒去罰 仲介公司 有了 整年一百空四年 沒有 我為 因為我合部署 我給你反映了 改成給我 罰兩件三件 意思意思 大家論流罰一下 我 你看人 你看這個 那個 人家桃園地方法 要判刑喔 然後不符 仲介為了賺取 介紹會隱瞞 僱主 拼過程中 並無過失 桃園市政府 勞動局 撤銷 罰單 可以啊 我是要請一個外勞 結果去找 合法仲介公司 合法仲介公司 介紹外勞給我 非法外勞 備查獲 罰我最少十萬塊 合法的仲介公司 沒有事 天啊 跟他有這種事 你們就現在不正這樣 我給他發言 來看下一張 你們知道 你們勞工資 外籍勞工的 入國通報 禮進通報 逃逸報備 撤銷報備 一萬三千幾件 你們炒好幾件 你們都知道 上頭照上 唱一堆 唱 怎麼怎麼 你們都知道 八十七嗎 百姓不知道啊 如果你懷疑 如果你懷疑 你們裡面 內心通話 跟通知 仲介公司 這個規法的 這個合法的 大家知道而已 沒人知道 你們如果不去 跟仲介公司討論 仲介公司哪會知道 你看 一百塊給你啦 國雄外勞 非六十三行 幾都 六十行啦 發雇主啦 仲介公司沒有啦 仲介公司 意思意思 我今年 我跟他講 法三行 天哪敢有這種事情 我在發的 人家裡 內心通話鬼啦 家母路過過啦 那個法的 三千萬 如果我是仲介公司啊 那你發雇主啊 有人搭就好了 只要有人發就好了 我幫你學生 我十萬 我來你包五萬給你啦 以後就是這樣 比早半年 來 看一下 你看 不孝悅者囂張違法 把勞工錢積罩 會對嗎 不孝悅者囂張 總不孝悅者 不孝悅者囂張 真的 這一句 說 了 的話 所以 大家 一萬 长得花心价 依旧一床公Christian 对建户被写参与你能够财 我们一点设伏摇择一产 我們已經背負了我們的外人 他跟他講說 愛說三個月 裡面有六個 其中的兩個 揮揮外人 一大月咧? 要到處來 聽說他的心有苦方咧? 聽說他講是揮揮外人 都當一個火爪去休息 我們就要去大陸 揮外帶來一分鐘 十三天 必須必須的 他要是肉包 肉包敗來不合法 針對他投手投手投手 如果我建議 必點不見中間 以合法 我建議 揮外 掌揮外敗來 這部輸了都輸了 眾家人都輸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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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定 你怎麼輸 都通話報信啊 掛招啦 聽說 這個是有獎金的咧? 你老委會定 明天 揮外進入戶 但我把相當地獎金獎金獎金也要前 9萬獎金獎金獎金 講一金就花到5000到2萬元 四成人都輸了 我 老闆錢了 我改成立威華了 我就請 請我的朋友你獎金 那這錢六分了 換都藏一萬 別了 還好想喔 上官陸就質著這了 將壇 下輸是不威華 大家都是知道的 其他人知道 啊,你在那裡這麼近,你不要講真話。 我現在不覺得你怎麼講真話。 所以你每次講的有感有感, 啊,你不想有感,我幫忙。 無感! 來,我會這樣。 啊,你怎麼回事,你怎麼回事? 我一段時間了,我一段時間了,我一段時間。 我現在老衛進行的法務體財, 在一個體整部在各大醫院, 專門去騙發的一件, 讓你把那個老保姬的更新形成本。 有你們有有講話呢? 兩帝都出貨好明呢? 有百姓除外呢? 有,你做幾項給我看,抓到幾個的,有沒有? 沒有,去出道中沒有。 我本身所說的,這是人人的痛苦。 一年人的痛苦。 所以你們,你們這些七大有感。 我一把時間發到,我怎麼可以一一, 七大政策,我都有電路,沒有一山的有感。 這本來就行太久了,沒有什麼東西了。 我一個人作主中。 有更多媛個教授,然後這樣會去消耗。 我只要有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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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 不是萬一你說,我們要我們犯罪,這是我的事情 沒有人家是我的事情 是百姓來請求百姓在哀生、載到百姓的哀嚎 你們得獎 不要這樣 要把百姓的奉索放在地上 給百姓的奉索放在地上 建立的建物還好 好,請政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我先提到在外勞的部分 如果在我們內部的處理上,我們一定是堅守我們行政程序上 那如果議員有一些證據都歡迎請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也可以讓我們主動送檢調調查 都沒有關係 是 對,對 我們都嚴守我們的行政程序行政規定 對,沒問題,我們也願意接受 我們願意接受公開的檢調調查 我們都可以接受檢驗的 謝謝議員 是,另外議員提到的勞基法的部分 因為那是人民的檢舉案件,所以一定要查 但是我們也不是為了開罰單去查 只要是有違法事實確定的 我們才會去查 我們才會開罰單 不過全對一些小事業的部分 我們會先站在福島宣導的立場 我們會先去進去 站在一個福島立場 跟他們說法令的規定是怎樣 叫他們要遵守法令的規定 所以絕對沒有說挑工的 要去找小的企業麻煩 我們反而對大小的工序 我們比較嚴重 譬如說中油 最近被我們開罰150萬 包括外層 那大小的餐廳 我們最近也開30萬 所以我們對於大公司 反而是比較嚴格 對於一個小型企業 我們有跟他 有比較寬鬆的態度來做處理 你以前做出來的就是製造業 譬如說民宿 旅館業 還有那個一般的牛 那個是小的 都是小的 那個都是老弟子 老公的能力的 我告訴你 你待會兒知道這個 那個小店 小規模 而且是靠牢力的 突然有點堅持 沒有堅持 拿力量給他 你跟他亂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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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跟勞動部再次的反應 因為現在勞基法沒有改善期 勞基法的規定是違法事實確定 就要開罰 可是我們知道說既存的事情 也知道議員在關心 我們會再把這樣子 我們地方的社員 讓勞動部那裡知道 看能不能在法令上 再做一些修正 多有一次的改善機會 讓我們的需要談位 好 接近老保黃流的部分 那個 那個 那是老保局的業務 我們這邊也是不斷的宣導 包括我們局裡面 只要有發現 有疑似老保黃流 然後在我們勞工局裡面 我們就一定是馬上去了解處理 我這邊想的 艾面 艾面 抽出這個電影 你有喝多久嗎 你也喝多久嗎 像我那個農業計程 你太雄 剛高從現在農業計程 到現在 我那很多的軍艦 你有沒有發現太難了 蔡 蔡 你 sneak 你 manner 我這跟勞把君那邊 你今天不知道你吧 我今天做那個三更 那麼會把老皮 我不會渡來怎麼樣 你只能夠用來 只能夠用來 你只能夠用來 還有請路長部路募協業 那些四天合作來處理 好不好好 謝謝 是我知道 感謝議員 好 感謝議員 谢谢 谢谢林武中议员的执行 也希望林议员所讲 比较不是大企业的 其实你没有财量钱 不是什么都用罚的 这个也希望能够多体谅 好谢谢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 李博弈议员 时间15分钟 谢谢 谢谢今天我们市府 我们设政部门 劳工局 社会局 客委会员民会 还有兵役局 在这边一起接受 整个是议会的咨询 这是第三天了 那也辛苦各位了 那其实议会这边 有很多很多这个市民的陈情 林林总总 那也很多项目 那这一个部门也是最杂的部门 那事情最繁杂的部门 那所以说很多议员的指教 他们我们每天在外面 真的是碰到不一样的问题 那也很期待市政府真的是各方面 可以各项可以给市民一个很认真的回应 那我在上一个会期 其实我就夸过我们社会局 姚语敬局长 谢谢你的有温度的对市民的这些回应 谢谢你有温度的带领这个社会局 在做这些社会服务 那我们也期待这些你的这些温度可以继续 让我们社会局的同仁可以感受到 你其实对每一个人的用心 那我从一个案例来起头来开始讲 就是我请问一下姚局长 我们社会局里面面对这种可能年轻或者是单身的女性 她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她可能怀孕了 那可能没有人 可能没有结婚 那她想要跟社会局求助 其实会打这通电话到社会局里面 她其实我想她身边的人 或者是她的家人 她可能没有办法让他们知道 有很多的原因 那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 那事实上有勇气打到公部门来求救 我想我们也必须适度给他们的一个回应 但是我接受到的案例 我们没有这个服务 那姚局长我想听一下 你对这个案例的看法 来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的关心 我们针对未成年怀孕的个案 或是单身的个案 您是指未成年还是单身 不一定未成年 单身 单身 但是单身的 他也要看他是哪一类的需求的服务 他是经济或是受报 经济方面 那看他是要申请低收入户或是急难 没有都没有低收入户 但是他是单一个人 他没有结婚 但是他想要生下这个小孩的话 社会局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他的 他一方面他可以打 我们所谓的社福咨询专线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觉得现在的专线太多了 甚至中央也有专线 地方政府也有专线 社会局也有专线 可能长照也有专线 我们通常都叫民众你打1999最快 不打专线 社会局里面的分工是哪一个科可以来协助这个 他如果本身是一般 他也没有身心障碍 他一般的话我们是社会救助 经济方面的话 社会救助他可以有什么样的救助 可以请社会救助的科长来 我们科长有很多种 好来局长你请坐 科长 谢谢议员 他碰到这个问题 他想要生小孩 他想要生下来 他也知道他接下来要花很多钱 包括他坐月子等等这些问题 社会局有没有相关的协助可以帮忙他 首先如果他是一个人怀孕 目前依救助法的规定的话 他是因为怀孕无法工作是可以申请低收入户的 他本身是算无工作能力者 那另外如果说他的家户没有办法给予协助的话 我们会给予经济协助之外另外他生产过程 就是怀孕过程跟小孩子的婴幼儿营养补助我们都可以申请补助 申请医疗补助也是都可以帮忙的 很好 谢谢 谢谢科长您请坐 我想针对这种 社会局我们已经针对所有的弱势 所有可能必须要让政府介入来照顾的人 我们可能都有分类了 但这一个项目很多种项目可能还没分到 那如果遇到的时候要用怎么样的分类 或者是谁可以来承接这一个弱势来协助他 我觉得这个是时时刻刻 我们每一个当科长或者是局长 你们随时都必须要去可以思考怎么样帮助到市民朋友的 那现在比较多的议题会讲到日照长照这一块 那我们在教育部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出来 除了对公托除了对幼儿园除了对现在的私立幼儿园 公立幼儿园跟非营利幼稚园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之外 那其实我们随着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还是会碰到家里的老人家 他可能会需要日间的照顾 那政府现在民进党政府他提出的这个长照2.0 这个项目 其实2.0这个名称我们认为是非常懒惰的名称 因为这是一个进化的概念 那进化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我们必须要很一项一项的来提出来 那目前我们高雄市政府我们有做到的 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大同医院旁边的大同国小的福乐学堂 那大同国小福乐学堂其实在整个概念就是用闲置的校园 闲置的整栋的空间 那也有一点点校园的空间 让老人家可以去那里上课 那更者让有30位失智的老人 他有机会可以到里面做日间的照顾 那下课之后他可能有交通车等等的再送回去他原本住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会推在学校一开始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他可能是我们可能是认为这个空间可能是有的 那有这个空间做一些有这个建筑物做一些改造 他可能经费是比较省的 那另外一方面最重要他也可以跟社区来结合 就是让附近的老人家有需求的老人家 他可以就近直接来 那为什么后来又有交通车 又有其他的地区的人可以来到这里 就是因为各区都有需求 但是却只有一个大同热林学堂 那所以我们其实市政府跟我们在选区里面 我们在推的我们也希望可以复制这个大同热林学堂 到我们的选区到南子区 或者是到左营区 或者是到一些比较旧部落的地方 让一些老人家们 年轻人早上出门工作 他可以很放心老人家就在这边 那我们下班之后回家也可以看到老人家也回到家里 那这个是我们长照2.0最大的一个概念 就是社区型去机构化的这个概念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 那我们也期待社会局 或者是我们也期待整个市政府 不管你是从社会局发起 或者是从教育局发起 或者是从市政府的更高副秘书长这个层级来发动 那我们期待很快的在所有的选区里面 很快的在所有的行政区里面 都可以看到这个热林学堂 都可以看到这个对老人的照护 我们有进一步的进度 那很快其实大同热林学堂它有一个先天上的优势 它旁边有一个大同医院 大同医院是市政府委托给高雄医学院 所以等于是整个医学大学 它可以支撑这个热林学堂 但是非常可惜 失智的老人的照顾只有30个 那这个班数其实越做越多 那这个大同热林学堂也很有趣 他们一开始也觉得说这个建筑物是好的 建筑物是好的 应该是稍微装修一下不用花那么多钱 那我们深入去了解以后发现 老旧建筑物其实不一定花得少钱 它反而花的钱也多 那所以如果在 因为我们也有在教育部门里面也有提出来 那针对学校 针对学校 闲置的学校空间 我们做了这一个 来上一页 针对闲置学校空间 我们在选区里面 各区里面可以找到 有闲置空间的 像左营区这里 我们只找到一个学校 只有六间教室 那男子区两个学校四间教室 那如果一直 一直卡在这边 因为学校他校长也有很多的想法等等的 他们可能对这些 长照议题 他们也是很担心 抗拒不让这些老人家进去学校空间 那其实需要有更多的说明会 那我想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 也办了一个说明会 那有很多的学校 那家长会 我们也都邀请来 一起来听 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多做一些 多做一些这种事情 让学校社区可以有更多的结合 那这个议题我等一下 是不是请姚局长 你简单做一个回应 在这一方面的 长照这一方面 社会局这边 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进度 或说明一下 谢谢 来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没有错 现在因为我们在地 要设置很多社区型的服务 这是我们这次长照2.0的 这个强调的重点 那尤其上次立法委员 也跟卫福部的官员 都一起来到各县市 尤其来到高雄来看一下 希望未来我们要设置 非常多社区型的据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强化 我们活化现有空间 所谓闲置空间 或是低度运用的空间 那但是我们也有特别跟中央反映 就是说我们现在 一直要鼓励大家参与社区型的服务 把空间提供出来 其实大家只有想 很多大家会比较强调的是 校园空间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但是其实像我们高雄 有98个地点 其实我们用了非常多 不是校舍的地方 校舍当然是最多 但是我们还有用很多 区公所 礼活动中心 文康中心 甚至我们都发局的一些国宅 还有金发局的市场用地 甚至还有环保局的一些空间 甚至还有农会的一个空间等等 我们其实活用非常多的空间 那的确为什么我们要活用这么多元的地方 而且我们用来的用途也很多元 除了长照的需求之外 我们育儿的一些场地 甚至说低收入户 一些食物银行 或是身心障碍的一些服务据点 甚至家房的据点 灾房的地点 或是在地弱势家庭 或是弱势儿少 在地社区客服的一些地点 其实我们运用是非常多元 但是困难点就是像议员您刚讲的 如果是像长照的服务 失能的老人 失智的老人 或者是说长照还包括身心障碍者 他需要的空间 他是有一定的安全系数的考量 消防安全 公共安全 无障碍的一些需求 甚至说他如果是一楼 不是在一楼 在二楼以上的地方 我们还要设置电梯 等等 还有我们的房屋的一些耐震系数 或者他里面有一些改装的一些需求 空间回转等等的一些需求 他都要符合安全系数 或者是早期我们比较多 可能原高线比较多 那我们有很多早年的建筑法的规定 没有像现在这么严谨的时候 有很多找不到使照建造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重新运用 一的要不然就是放弃这个地点 要不然就是要花可能比后来装修的钱 更多的钱 去重新把这个地方变成可以使用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看到 有些空间 空的你们是会 为什么不拿去用 其实我们很想拿来用 但是我们整体要重新把它处理起来 成为可以用的时候 可能硬体做好了 我们后续都没有钱 可以聘专业的人 为长辈提供服务 居长你讲得非常好 其实你讲的东西 刚刚你讲的念了那一大堆问题 其实在大同国小 他其实就遭遇过一次 不只大同国小 原本想说花两百万可以装潢好的 结果后来加结构等等花了一千万 所以其实市政府还是要思考的 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有资源的 比如说这些医学大学 或者是大型的医疗机构的资源 跟市政府来跟社区来做一个结合 不单只是学校 那当然学校的这些说明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做 让校长家长会社区都可以接受我们的这个思考 居长谢谢你 请坐 时间剩下没有很多 但是今天还有很重要的议题 会跟劳工局这边来简单做一个询问 那我想最多最多我们劳工朋友 其实现在遇到的就是 他们每天在电视里面看 那到底现在中央政府推的这个一历一休 中央政府期待劳工可以真正落实到周休二日 那期待可以全国的假日一致化 那解决劳工朋友的这个长期 可能是过劳 但是没有被关注的这个议题 其实目前在电视新闻上 大家已经看得回煞煞 那所以劳工局这边的同仁 我想询问一下 自从这个立法院开始在审议这个一历一休之后 我们这个相关的劳资协调 争议的协调的案件 有没有增加 我们用月份来讲好了 从十月份九月份八月份 各个案件的这个劳资协调的争议数 到劳工局去检举的 或者是劳工局介入去协调的 相关的案件有没有增加 来请政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谢谢议员 如果从数据来看 目前是没有增加 数据来看没有增加 谢谢来居长您请坐 各位我们其实就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说的增加就是说 加两分钟 那就把何前锋时间一起算进去 谢谢 就从十五分钟开始 十五分钟 谢谢 就是说我不管这个公司它可能是三百个人的公司 也有可能是五到十个人的公司 好那十个人的公司好了 十个人的公司它遇到这个问题它会不会去劳工局检举 心里的问号就是说我们这个礼拜六要上班那怎么办 我认为这不合理我要不要检举我的老板 那劳工局我知道你会鼓励劳工勇敢的来检举老板 那其实目前这一段时间可能社会上会比较有这种气氛 心里会问我要不要检举我的老板 像我讲最近的例子好了 我就问我服务处的助理 十月三十一奖功诞辰纪念日 还有十一月十二号国父诞辰纪念日 请问各位这两天市议会都有质询 那我们的服务处的助理是劳保 是参与劳保 那我要不要让他们放假 后来没有让他们放假 后来我们的协议就是没有放假 那我们的助理如果遇到父母亲的生日 我很欢迎你们用这个假来补修 那这是我的做法 那我想要请教劳工局 那你们会鼓励劳工来检举老板 或者是你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跟老板说明 那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 員工跟老闆之間怎麼樣達成一個協議 所以剛剛其實林武中議員在講的時候 有一個道理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注意 我們去沒有要讓他們協議 那這個勞基法也沒有改善的時間 所以萬一有一天我被結局了 我被調查了 這兩天我沒有讓他們休假 那請問我要不要被處罰 這個等一下請局長來跟我做一個回應 謝謝 請政局長答覆 10月31跟11月12這兩天 那本服務處的助理是用父母親的生日來補修 那請問這樣我有沒有違法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如果是這樣的話 用這種方式來補修是沒有違法的 可是你可以另外跟老方做約定 這個假要再調到哪一天去放 或者是他那一天上班 他不要放其他假 就那一天的工資可以加倍給他 所以其實也放得到對不對 我們的也沒有違法的問題 所以跟議員報告就是我們也不會去鼓勵說員工來檢舉老闆 我們最希望的還是勞資要和諧 我們希望是勞資雙方去做一個就勞基法的最低的規定 其實勞基法是整個勞動條件的最低的規定 他就這個法令去做他們彼此之間勞動條件的協商 謝謝局長你請坐 你的希望跟實際上所有的小老闆們大老闆們他們做的事情 不一定可以用你的希望來做 那我怎麼說呢 好三百個人的公司他可能會有人資處 人資部 那人資部可能這個對勞基法相關的規定 他是非常清楚的 好那我問你 30個人20個人10個人以下的這些小公司 那他們可能沒有啊 他們可能老闆娘他就身兼會計出納接電話 還要負責你這些勞保 那你碰到一個稽查的時候 老闆娘就回去了 生意都不用做了 他可能寫這些帳要寫到半夜 那可能隔天還要去勞工局 那碰到的問題會非常多 其實我當然知道勞工局的希望不是這個 但是你有沒有去跟市政府的其他單位來合作 來對這些中小型的企業去 比如說我們去開這個勞基法的課 比如說我們跟空大 比如說我們用市政府的其他的資源 來對這些小老闆們做一些說明 讓他們知道他們碰到這些稽查的時候 這些表格要怎麼填等等的這些問題 希望勞工局也可以做這個 未來這些相關的規劃 另外延續剛剛這個 我在去年度 還在質詢總統召局長的時候 他現在總統召委員的時候 政局長你是他的機要 你也在旁邊 也有碰到這個老保黃牛的這個問題 那也希望勞工局持續的針對特殊的行業 包含這個遠洋漁業等等的 要注意有沒有相關的老保黃牛 他介入在這個產業裡面製造這些問題 我希望勞工局也繼續注意這個議題 那等一下請局長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那我們請何全鋒議員來質詢 那先請機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這邊可以透過組織公會或是勞資會議的方式來聲張 用集體權利的方式來主張自己的權利跟資方做一個很好的協商 那至於剛剛老保黃牛 確實目前是沒有法規去對這個部分做一個很明確的規範 所以即便你抓到你可能是沒有法令的依據可以去做裁罰或是去處罰他 那這個部分我們再跟勞動部那邊來做反應 來立相關的法令 我們還是會再次透過各種管道包括可能跟衛生局在醫院的地方 那跟勞保局那邊再去做進一步的宣導 或甚至是注意一些查查的情況這樣 謝謝議員的指教 以上簡單跟議員回報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那我想結局剛剛那個博弈有問到的 有關長照的部分這個活動空間的部分來繼續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剛剛也聽到姚局長有跟我們說 其實在空間的找尋上其實你們都很願意來做 那也希望可以來做這樣的處理 但空間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不管是像剛剛博弈提到的所謂的校園的閒置空間也好 其實我們也都去過學校 那其實我們也跟教育局提過 學校提供的所謂的閒置空間 其實坦白說有很多是不符合我們 不符合我們所需要的這個部分的使用的空間 它有可能是在學校的 比如說地下室也好 或是在學校的頂樓的空間也好 那這個這樣子學校教育局願意提供出來的所謂的閒置空間 其實跟我們社會局這邊所需要的 不管是長照也好 或者是說兒童幼兒的這部分來說來處理 其實它都是有困難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們也問過教育局 其實教育局它統算出來的閒置空間 如果就算全部都可以拿來讓我們社會局這邊來使用做長照也好 其實也是那個的量其實也是非常的不足的 那所以我想這邊想繼續請教一下姚局長 那基於這樣子空間的不足的部分 那局長有沒有什麼想法可以來把這樣子的空間不足 可以來達到 比如說我們未來2.0版規劃的這樣子三級的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那這部分可不可以請局長先說明一下 那請姚局長答覆 那個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這個部分我們在執行上有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就一直回應說 因為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就停滯 所以我們也透過各種的場合跟我們中央也有說明有兩個部分 就是說一個是相關的法規 建築運用的一些相關的法規 我們有找非常多的民間單位 我們大家一起找場地一起來做 但是大家都說你希望我們參與 但是你的法規越定越嚴 美其名是說你要保障 讓接受服務的人有更高檔的環境的標準 問題是他已經高到讓大家沒有辦法參與的時候 其實這反而是一個回頭路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們也跟衛福部的長官也講 我們也跟那天內政部的長官也有來 營建署相關的一些主管單位 然後立委也來我們也都有講 所以說相關的法規沒有人敢說我們如果放低標準 那安全出事誰要負責 這個部分一直是大家沒有辦法鬆綁另外的原因 那還有一個我們覺得我們想到的一些解套的方式 就是我們現有的一個服務空間 我們過往都會比較單一功能 單一用途單一對象來運用的時候 其實我們覺得說 我們做兒童的地方 為什麼不能同時做在地的一個長輩的服務 我們做身心障礙的部分 為什麼不能有另一個空間 是針對新住民的一些服務 而我們做食物銀行的空間 為什麼我們另外一邊 不可以同時做一些長照諮詢的一些服務 所以我們希望把現有很難得 都是標準的一個好的 符合無障礙需求 什麼公安 消防 逃生 什麼全部都是 什麼都已經花很多錢建置的空間 我們想辦法把現有的空間 再做更適當的調整 然後或是育兒資源中心 我們現在也在我們的社福原本的社福中心 原本是我們社工人員 來我們在直接服務的地方 我們就挪一樓的地方做育兒資源中心 我們就希望把我們現有的 已經都合標準的空間 再把它強化多元 但是有一些是有一些相關的法規 它針對身心障礙 針對老人 針對私能的 針對什麼 它有各自立案的一些標準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解套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解套 我們想到的一些活化方式 反而可能是違法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要想辦法 跟中央講說 我們就面對現實 我們未來 你要我們設這麼多的據點 我們現在設到212個 還是不夠 還差了大概70幾個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找出這70幾個 你每個地方都要重新改建嗎 他沒有這個資源 也沒有多少單位 找到企業願意出這麼多錢 來幫忙做社會福利 連官部門自己都拿不出這些錢 連中央可能都拿不出這麼多錢 你要民間做這個 它這個是沒有賺頭的 所以我想要走長遠的路 我們法要怎麼解套 我們執行面要怎麼樣更有彈性 我們跟民間的單位 然後甚至說服務使用者或是家屬 很多部分自己要使用者付費的 你自己家屬的角色 他要一起進來參與的 在地的一些社團 或是在地不同的跨行政單位的人 大家如果每個單位可以 就現有的功能做更好的配合 其實我們可以審 把空間做更好的運用 經費做更好的使用 然後人力也可以做更有效的發揮 我想這個是我們目前積極在協調的部分 謝謝局長 局長你先請坐 我想局長講的沒有錯 其實大概就是從這兩個方向 要想辦法來盡速的來突破 一個當然就是如同局長講的 有關法令的鬆綁 怎麼樣在安全無餘的情況之下 透過法令的鬆綁 然後讓就像如同局長剛剛講的 不同的類型 它可以有不同的法令的限制 那怎麼樣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這樣子的空間來說 這樣的除流想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然就如同局長剛剛講的 就是怎麼樣去做一個空間的多元的利用 我想這兩個是 這個速度啦 我就覺得速度啦 因為民眾對這個是很期待的 那所以我覺得政府對這個要有 更具體的一個回應 那速度怎麼去加快 那再來我就想要請教局長 剛剛博弈有提到大同學堂的那個部分 那我想知道的就是說 那在未來 譬如說在我的選區三民區也好 或博弈的選區左南區也好 我們社會局目前對所謂藏照2.0版的規劃的場所是什麼 可不可以請局長說明 來請姚記長答覆 我們社區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那我們社區型的主要有日照中心 日拖 然後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這樣子的ABC的模式 那各自有不同的功能任務 那但是如果說是A 可能它的功能就是還要增加 除了直接服務之外 它還有整合資源平台運用 甚至說交通連結接駁的這些部分 也都是A要帶著B跟C這樣子的一個任務 是 所以我為什麼特別問你這個 譬如說我剛剛就講 譬如說大同的服務學堂 它因為旁邊它其實是有一個 大同醫院在做相關的協助 跟支撐 那在本席的選區一樣 我的選區有一個高雄醫學院 那是不是可以請社會局這邊 跟所謂的高醫來做溝通 來做協調 我們努力的把這一塊做起來 因為我舉個例子 講白話一點 大同醫院也是高醫的一個 目前是高醫在經營的一個地點 那是不是可以回過頭來找高醫 高雄醫學院來在山明區 做這個更有意義的事情 這個部分請局長來努力 是 謝謝議員對這個部分的提醒 其實這個部分連中央都想到了 中央其實它有特別強調 它這一次的長照2.0 會鼓勵設位證 要更緊密的合作 如果是設證單位來承接A的話 它要找位證的一起加入 所以也不只高醫 其實我們現在各大小醫院 甚至連衛生所 其實也都是我們這次要連結的 所以這個部分 不管是在您的選區 在每一區 只要有醫療的 它是教學醫院級的 甚至說中或是基礎的 其實這個部分都是我們連結 要盡可能納進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這次的示範計畫 就是希望把這樣子最好的合作模式 都把它建置起來 甚至連原鄉部落要怎麼樣連結 原鄉部落它醫療資源更欠缺 但是要怎麼樣連結現有的一些醫療資源 其實我們這次的示範計畫全部就是要試做這個部分 好 再兩分鐘 謝謝局長 局長您先請坐 那我最後兩分鐘我其實想要拿一個 我自己遇到的案例來跟局長提醒 我記得我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就有提過有關於這個 我們那個排富之後 很多的長輩其實他並不知道我們被排富 所以我認為社會局針對這個的宣傳 可能做的不夠多 然後做的不夠細膩 以至於有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我最近又有一個 浮出陳情的案例 我也覺得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什麼我想簡單的說 就是說他是一個低收入戶的身份的一個人 那他是從新北市前來高雄市 那他在新北市完全是符合 所謂的低收入戶的審核的標準的 那我也特別去調了 新北市基本上他對低收入戶的審核標準 其實跟我們高雄市基本上門檻是差不多的 門檻是差不多的 那但是他因為搬來高雄了 然後戶籍也前來高雄 然後他在高雄市送件 結果高雄市審核沒有通過 那他是一個非常艱困的媽媽 他一個媽媽 然後帶著三個小朋友 那社會局第一次的審核 居然讓他的這個資格被取消 那他沒有通過 他一度灰心的想要說 為什麼政府會是這樣子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如果標準是一致的 為什麼在新北市 它是一個已經存在的一個 有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一個個案 那為什麼到高雄市來申請不過 那後來我們幫他做了申付 幫他做了一些處理 然後我們社會局也要求他提供什麼什麼 他也都去提供了 那後來就通過 然後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標準是一致的同時 為什麼在高雄市第一次沒有辦法通過 需要再透過這樣子的 不斷的去申付 然後不斷的去查核資料 才有辦法讓他通過 我會覺得說 如果他是一個新的個案 那當然他需要一些更長的程序 可是他是一個已經申請過 然後標準他也都沒有改變的同時 來 請機長說明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這個個案它原本在新北 是有符合低收的資格 那但是很抱歉 因為他來到高雄之後 新北跟高雄的相關的資料 是沒有勾跡的 所以到高雄來 我們還是需要他再完整的提供一次 他的相關資料 那因為他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的人口成員有異動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我們通人後來要求請他要補件 那後來補來件之後 其實申付之後 現在是通過的 那我想如果說有一些協助上 我們第一次的話 可以再跟他說明的 更清楚協助他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來加強改進 好 謝謝 謝謝何前鋒議員的諮詢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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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休息10分鐘